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做一个实拍 是关于闪光灯和一些柔光的附件的拍摄的对比 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呢 因为我之前录一些闪光灯相关的视频的时候 有提到过在室外的情况下 把闪光灯往天上打是一种非常XX的行为 有些B站的小伙伴就非常的不服气 在评论里和弹幕里面有一些过激的言论 并且还说闪光灯上面的小板板 这个眼神光板是很有用的 可以很好的柔化光线 对于这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 我只好用实拍来证明他们都是错的 在看柔光附件的一个对比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我前面的视频 讲过的一个闪光灯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闪光灯的慢速同步 这个功能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们先拍一张正常闪光模式下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闪光灯是直接从基顶往前面打的 光线的方向呢 是与镜头的方向是在同一条轴线上的 不仅光线非常的强烈 把你的背设照得惨白惨白的 而且它会把你的背景光 像这些霓虹灯压得非常暗 整个画面看起来就非常的难看 就非常的不自然 这种照片呢 就是典型的不会用闪光灯的人在夜里拍出来的夜景照片 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呢我们调整一下闪光灯的拍摄模式 把它调整成慢速同步模式 然后我们再拍几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相比之前效果非常硬的闪光灯呢 这个慢速同步模式会比较优先去考虑背景的曝光水平 然后再进行一个比较适当的闪光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背景的曝光水平 和前景的人物的曝光水平比较平衡的一个画面 看起来就会比较舒服 这边的对比图呢 你可以非常轻易的看到 由于慢速同步的闪光呢 它可以把背景的光线也考虑进来 那整个画面就不至于那么暗 而左边呢 这个闪光灯非常的硬 又非常亮 直接把背景就给压暗了 打出来就像一个鬼一样的 所以整个画面就非常的不好看 所以说各位如果拍夜景打闪光灯情况下呢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慢速同步功能给打开 这样相机会帮你来处理背景的曝光和人物的曝光的平衡 那你的画面就会更好一些 不过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 因为慢速同步闪光呢 它会造成快门延迟 所以就很容易拍到一些比较奇怪的照片 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正常的闪光和 闪光灯里面这个小板板拉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同 那我们先使用闪光灯直接往前打拍一张照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这个闪光灯的灯头的面积非常小 直接往前打呢 会在人的脸上产生一个非常重的阴影 你可以注意观察下巴这个部位啊 可以看到这个阴影的边缘是非常的硬的 接下来呢 我们把灯头内部的这个白色的小板 这个衍生光板拉出来拍两张 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 跟直接打闪光灯的这个效果有没有什么不同 可以看到由于这个衍生光板呢 它的面积依然是非常小 实际上它的面积呢 甚至比灯头的面积还要小 所以它对于柔化光线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作用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在下巴这个部位呢 它依然是形成一个非常浓重的阴影 这边的对比图呢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 这个衍生光板拉出来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说某些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真的不好意思 你以为它可以柔化光线 但是实际上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柔化光线 像这种闪光灯往天上打的用法呢 它是需要你的头顶 你的闪光灯的发射方向呢 是有一个大面积的可以反光的物体的 那一般在室内呢 就是天花板啊 一般都是白色的 它可以反光 由于天花板的反光呢 这个原来灯头非常小面积的一个光源 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大面积的一个光源 从头顶上照下来 而于这个面积增大呢 它闪光灯的光线才可以从各个方向照亮你的被射 才可以产生一个柔化的效果 那么你像这种室外环境呢 天空上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你反光的 所以这时候你把闪光灯往天上打 除了浪费你的闪光灯的能量以外 没有任何作用 好吧 所以说我请那些不会用闪光灯的人呢 闭上你的嘴 如果你不懂怎么用的话 就不要发一些弹幕来误导别人 不懂装懂害人害己 由于在室外的情况下 没有东西可供我们进行反光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手段 来柔化这个非常硬的闪光灯的光源 那我现在拿的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基顶闪光灯的柔光照 它可以非常简单的折叠 打开以后套到闪光灯上面 这时候如果闪光灯闪光的话 光线就会在这个柔光照内部进行弹射 从而产生一个面积 相比于基顶闪光灯的灯头的面积 要大一些的光源 这时候光线呢 就会稍微柔和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首先呢 我要声明一下 因为我之前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 设置错误了 导致快门速度非常慢 大概只有1分之1 1分之1 所以你看的这些照片呢 在慢速同步的情况下 它会有些糊 不过呢 这个东西不影响闪光灯产生阴影的 这个效果的展示 所以说大家先将就看一下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更改了闪光灯的这个 发光的光源面积呢 闪光灯在人的下巴上 这个阴影呢 就会稍微柔和了 那么一点点 这时候呢 我再把柔光照拆下来 然后把灯头扭向前方 再拍两张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效果的区别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闪光灯直接向前打 会在人物身上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阴影 放大对比后 大家可以看到 左侧的光线呢 确实稍微柔化了那么一点点 尤其是下巴这个部位 包括鼻头下方这个阴影啊 你可以看到 还是稍微有点效果 阴影稍微柔化了一些 接下来我掏出了闪光灯的阴闪器 那通过这个阴闪器呢 我们就可以把闪光灯 从机顶的位置离开 这样闪光灯再也不会从镜头 相同的这个光轴的位置打光 那么光线就不会直挺挺的 从镜头的这个方向甩到脸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模拟一些 正常位置入射的光线 因为像路灯啊 或者太阳啊 它一般都是从高处往下发射光线的 所以通过把手举高呢 我们可以模拟一个 比较自然的光线效果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由于我们把闪光灯 从机顶里拿开以后 修改了闪光灯的入射位置 那么它在你的备受目标脸上 所产生的阴影的方向呢 也会改变 现在这个光线的方向呢 相比刚刚直接从镜头前面 发射的这个闪光灯的光线方向来说 它更偏向于我们平时看到的 一个自然光的发射方向 所以照片形成的阴影呢 就会看起来更自然一些 这时候我把柔光照拿下来了 然后在相同的位置 我们再拍一张照片对比一下 这边可以看到 由于我们把柔光照拿下来以后 这个闪光灯的光源面积缩小了 就会在你的备受脸上 形成一个非常重的阴影 放大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左侧由于闪光灯加了这个柔光照以后 它的光源面积会稍微大一些 所以形成的阴影呢 它的边缘就会更柔和一些 但相比于右侧 你可以看到闪光灯直接打的话 阴影的边缘非常的硬 非常的浓重 所以说光源面积越大 它是否能够形成一个更加柔和的阴影呢 我这边就换上了一个柔光伞 这个柔光伞呢 它撑开以后的面积非常的大 所以它就可以非常轻易的 把闪光灯一个点光源给柔化成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光源 这时候我们再拍两张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 这边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由于柔光伞的面积非常大 所以它轻易的散射了闪光灯的光线 形成了一个面积非常大的光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光线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发射过来 打到被射的脸上 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柔和的光线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下巴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阴影的过度呢 是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平滑的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柔光伞卸下来 然后直接进行拍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没有柔光伞的柔化呢 闪光灯直接打到被射的脸上 形成了一个非常重的阴影 这边的放大对比呢 我想已经非常明显了 左侧因为闪光灯 经过柔光伞的柔化 它的光源面积变得非常大 它在被射对象脸上形成的这个阴影 就会非常的柔和 相比右侧呢 这边阴影就非常的重 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 巨大的草莓的阴影 在这个脖子上 这样浓重的阴影 它为什么难看呢 一个是因为它这个过度不自然 所以说看起来不柔和 另外一个 它阴影和被闪光灯照亮的部分呢 它反差特别大 所以说特别的强眼 另外如果你的被射 比如说它可能年纪有些大 然后有些皱纹啊 什么的 在这种硬光的情况下 它的皱纹或者是鱼尾纹 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你后期都不好处理 如果你使用一个比较柔和的光线 光源的面积比较大的话 那么你脸上的一些斑纹啊 皱纹啊 或者一些痘痘啊 就会减轻很多 那如果你出夜景去拍摄的话 你注意观察 你会发现周围的这种路灯 它其实都是点光源 那么这些点光源呢 就很容易的在你的被射脸上 形成非常重的阴影 所以这种情况就非常的难看 那么带一个这样的小闪光灯 和一个非常轻便的折叠的柔光伞 你就可以制造一个面积非常大的光源 那如果你拍妹子的话 这种面积又大光线又亮的光源呢 它可以把你的被射拍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柔和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希望我讲的这些 对于想学闪光灯的小伙伴们有帮助 那如果你对闪光灯有些什么问题 或者是想听一些其他关于闪光灯的内容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是发弹幕 或者发私信都可以 我会在之后安排更多闪光灯的内容 交给大家 好的 阿布拉街手册 只做实拍 不瞎嗶嗶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